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会晤时强调 中国没有超越或者取代美国的规划 美国也不要有打压遏制中国的打算 打压中国科技就是遏制中国高质量发展 剥夺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利 两国元首同意将负责任的管控 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 希望美方有关部门同我们一道 切实落实好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 中方多次指出 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对华滥用出口管制 限制双向投资等措施 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 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这些措施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壮大 只会让美国企业失去中国的市场 损害自身的利益 中方将密切关注 美方相关措施的动向和影响 坚决维护自身权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